第二个就是说,我要怎么样,像刚刚我执行这边是一个怒,就是按钮,我有两个按钮,可是两个的事件处理都是怒,那所谓事件处理是怒,表示说你按下去,他只有离开,就没有什么动作,可是我今天需求是,当我按一下确定的时候,我去把什么呢,因为我是否要离开呢,是否要结束,当然就要结束,所以当我按一下确定的时候,我要去在按钮上面建一个事件, 并且去执行finish的方法,这个观念应该有,可是我要怎么样在这个地方,把它建一个事件,特别注意,那这别,其实在书上面是直接要叫你call一些程式的,不过我教各位一个方法,这个方法无论你在用其他东西都一样,就是java的观念里面,他一定会有duck,duck就是他的说明文件,这个说明文件都在云端上面,也就是最新他update, 那将来有些东西不用背,为什么,因为说明文件上面都有的,就不用背,像我一些东西我根本不记的,游标放上去就知道答案了,那这个请各位务必一定要非常熟悉,为什么,因为你熟悉之后的话,以后这个上面都有答案了,你就可以怎么样,不用去记任何东西,也可以知道怎么去做下一步了,OK, 那比如说我今天呢,set the positive button,对不对,他底下跟我讲说,这个 positive button,要怎么样建一个unclick listener,那方法的话在这里,就是说在这边有一个,请你建一个什么,叫做dialog interface,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是在button,new一个button,有没有,在button上面建一个unclick listener,对不对,他有印象吧,OK, 那在我的nlog上面的那个原件的名称叫做dialog interface,不过这一串很长一串,你可能没办法背起来,不过没有关系,有一个简单的方法,就是呢,你可以怎么样呢,游标放在哪里呢,放在这里上面,他会跳出来,对不对,你再移到里面来,请你把这一串,有没有,复制应该OK吧,Ctrl C一下,OK,这个动作很简单,对不对, 然后再把new的地方,打一个new,我要在这里建一个什么,建一个new一个什么,dialog interface的一个unclick listener,这个可不可以啊,然后呢,记得哦,在这个unclick listener后面加什么,记得哦,跟前面规则一样,在这个地方建一个小刮壶,给他一个小刮壶,大刮壶,这样就可以了,OK,这里的话我把这个地方,加一个小刮壶,然后大刮壶, 谢谢大家